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让智慧飞扬起来 我们要让科学 刘天佳 本节目呢是由 蒸着吃 闷着吃 炸着吃 炒着吃 拌着吃 怎么吃都好吃的海天 黄豆酱为您独家冠名播出 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呢 三支战队经过了激烈的比拼 最终我们有三名选手 离开了最强大脑的舞台 目前我们场上只剩下两支战队 他们分别是楼云浩战队 好 另外一支战队是黄敏锐战队 用一句话来讲 就是往往相对 今天看谁先回家洗洗水 今天比赛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们来请教几位嘉宾啊 陶子 我觉得今天会非常非常的好看哦 因为两个战队了 所以这个针对性非常的强 两队的队长呢 拿着一手好牌 要怎么打 这个战略还是很重要 我看到这个楼云浩战队 我就想哇 三张S牌 这太好看了呀 包括了云浩队长没话说 还有喜悦金浩 那另外呢 像茂林跟小小一直是稳定发展 然后他们有一个 历经千锤百炼的神奇boy 洋溢 这副好牌 我要看看楼云浩怎么打 王炸呀你们队 加油 被桃子先来了一口 我们这边有三个王 我们才算王炸吧 我觉得楼云浩战队是群星璀璨 黄明锐战队是惊喜不断 哦 我非常看好黄明锐这个战队 因为别看黄明锐这个战队里 只有明锐一位是在S席位上的 但是 欣然也曾经短暂的在S席上 待过一段时间 欣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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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然欣然 恭喜欣然 然后包括宇轩 宇轩上一场也有很大的惊喜 他上一场战胜了金号 所以我这一场也非常期待宇轩的表现 王伯涛我觉得今天晚上有可能是最大的惊喜 因为王伯涛其实还选的时候是前五名 他一直的表现都让大家感觉好像伯涛还没有展示出自己真正的实力 完了被发现了 所以到最后黄明锐选择他一定是在私底下非常了解他 知道他一定有大招一定有惊喜 是因为他除了脑力很厉害之外 他还会唱rap 来吧 来吧 嘿嘿 博涛你在那里跟我一起来 嘿跟着节奏 Yeah let's go 刘伟老师你真的非常帅 但是为什么我的脑好像没有开 他开了 那我就要表达对你的爱 今天我们一起走上这个舞台 Yeah yeah 我期待你的比赛 希望你一定要跳出来 你这不错不错 你们再这么搞下去的话 隔壁的那个乐队就干脆不要开拍了啊 你们两个要不要过去我们就就就在旁边录影 可以可以 接下来我特别特别的要问战队赛的发起人亭峰 接下来这两个队你怎么看 真的没想到两位未成年的一个15一个16的队长可以带队这么成功 他们的执行力现在简直是像企业里面的CEO的执行力 哎呦好厉害 一边是稳重型一边是硬电型 所以今天也非常期待 好战队突围赛第三场 现在开始 好 前两场比赛 两支战队我想都共同的经历了我们所说的阿克流斯这种 以及普罗米修斯之火 两场非常激烈的压力的挑战 那么今天呢作为战队突围赛的决胜场 我想问一下优教授这么多的压力 你怎么看 我想先告诉各位选手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呢 这一场我们没有特定的X因素队员了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X因素队员 啊 我的天哪 这是好消息吗 这什么好消息 这一场 两支战队要采用六人接力 的方式来决出胜负 六人接力 六人接力 刚恐怖了 只要有一个人掉棒 那么赢的难度就大了很多 前两场的团队赛 我们第一场呢 是淘汰了弱点比较明显的战队 那第二场的团队赛呢 我们又筛选出了拥有最强者的战队 现在场上剩下的两支战队 都可以直接成为中国战队了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国际赛 采用的是48小时 泰克马拉松 这样一种极限考验的形式 所以还需要各队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 接力赛就是考验团队稳定性的最佳方式 可能大家听到压力赛会觉得都已经玩过 已经试过 也没什么了不起 当然也不会这么简单 如果要用一道菜来去具体形容它 好 好 海天黄豆酱真本战炒办 这么吃都好吃 压力 一启动 接下来请烧脑侠公布烧脑规则 压力赛 可能是一根脑草 也可能是我 我是烧脑侠 本场压力因素 达摩克里斯之剑 古希腊传说 达摩克里斯十分向往帝王的荣耀 国王便允许与其交换一天的身份 坐上王位后发现 一把利剑仅用一根马踪悬于王位之上 后市场用达摩克里斯之剑 形容权力背后 暗藏的危机 作异强大脑将其转化为压力因素 两支战队进行六人接力赛决胜 接力过程中 任意一位选手作答错误 则战队当前累积用时班倍 最终累积时间较短的一方获胜 在接力赛之前 双方将进行两轮权力赛比拼 上方可指定外方部分队员 在接力赛中的站位 荣耀之路步步轻心 谁能让利剑永不坠落 战队突围在荣耀守卫一触即发 让弱者坐在等候后面 我们就可以指定 他们最强的人占第一个 最弱的人占最后一个 停风 听完了这样一个规则以后 你的想法 接力赛大家一听 就会想到一个策略 应该是最后上的那一棒 压力是最大 所以在接力赛之前 我们也设计了两轮的 我们叫做全一赛 在那两轮的胜出的赢者 可以干预败者 事后在接力赛的排兵不振 自己是比白战白胜 你有多了解自己的团队 是一回事 但是你够不够了解 你的对手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应该三轮S 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我们所有的压力 都是跟现实生活中 我们见到的压力 相匹配相吻合的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团队的绩效模型 可以说是有两种 一种呢是线性的 一种是离散的 所谓线性的是说 整个队伍 每一个队员强的 就可以使得团队的绩效 更强一点 强的可以捕弱的 这是一种线性的关系 咱们这一次使用的 绩效模型是第二种 离散的 任何一位队员 哪怕有一点点的错误 它都会导致 整个团队的失败 要求每一位队员 他对团队都提供 非常稳定的贡献 也是对稳定性的 最极致的挑战 刘教授 你怎么看 我们设置这样的赛制 是要剥夺你们在 比赛过程当中的安全感 因为前两场的比赛当中呢 不管你们面对多大的压力 事实上 这个排兵布阵的权力 始终是在每个战队自己手里的 也就是 他们对自己的命运 是有完全的掌控权的 如果是权益赛 失败的队伍 他自己队伍命运的部分掌控权 就要交到对方手里了 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他们团队稳定性 每个人心里抗压能力的一个最好的考验 好 谢谢几位嘉宾的解读 我相信两支战队对权益赛的重要性 已经了如指掌了 有请两支战队到现场 好 本场权益赛为1V1对决 出战人选由双方自主决定 最终获胜的一方 可以指定败方任意一位选手 在决胜接力赛中的位置 请两支战队前往备战区 请开启备战护照 上抖音看直播 公关密集齐分享 超多精彩看剧节 这什么 怎么又是转啊 我真的 哇 这是 为什么只有他俩能转 有的能互掉 有的是转 有的是上下翻转 哇 好恐怖啊 天哪 先看 先看VSA 先看VSA 请烧脑侠为我们介绍烧脑规则 千丝万缕 团队突围赛 EV1PK千丝万缕 一个由肉干六边形格子 组成的盘面中 杂乱分布着四种颜色的线条 选手需要理顺盘面 使每种颜色的线条 均可连接成完整的 闭合回路 率先完成者获胜 诶 好玩 好玩是好玩 但我觉得能不能做出来这个问题 俊乐宝 乐星来的 更重视DHA和AIA 宝宝意志选乐星 味脑力 添置力 这个是很考验 眼力 观察力是吗 这个项目呢 确实是对选手观察力的 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因为呢 在整个不规则的盘面当中 是存在着四种 不同颜色的线条 那这些线条呢 又被打散 分布在多个六边形的格子里 然后每个六边形的格子 又包含着很多不同的信息 我们看到呢 每一个六边形的格子里 是有一到三种颜色的零碎线段 就会产生了零到四个交叉点 而且这些缠绕方式 也是多种多样的 所以就需要选手去观察 整个盘面 然后去排除干扰项 找到正确的连接方式 重新还原成四条不同颜色的闭合曲线 我们还设计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功能格 首先呢 是这一种没有特别标识的六边形的格子 这种格子两两之间是可以互换位置的 第二种呢 六边形格子里边有一圈箭头的 它就是可以 旋转 对 但是不能移动位置 第三种是格里面上下有两条横线的 这种格子呢是可以上下翻转 但是也不能调换位置 也不能移动 最后一种是圆形的格子 这种格子里面线条的颜色 是可以在四种颜色之间变化的 但是呢 它也不能够调换位置 我是不是应该去找那个移动不了的 只能旋转的图一 它为基准去扩展 因为它一定那个位置是对的 哎 你这个六维能力真的增加了 是不是 听你能力强了 这是很好的策略 哇 好开心 我去比赛了 你可以下去比赛 我觉得你只差一步 真的 差了我们君乐宝乐心奶粉 助力宝宝大脑开发 然后刺激你的大脑感知力 你才能够破开这千四万 哇 真的好开心哦 所以刘维我觉得你也是很会 从方法上去解题的 因为那个约束块就很可能是切入点 我们看看到了他们做法 我也很想看一看 我们猜一下最后他们会派谁出去 黄明睿战队还是明睿吧 不一定啊 我觉得 明睿他自己都没练习 明睿他没笑场 所以我觉得宇轩还是有希望 可以代表他们对出战的 如果这边是赵金浩出 这边是王宇轩出 那么他们是再次见面 我觉得一定是赵金浩 你们不要忽略那个茂林 茂林的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以上是原辅导在线教育讲解时间 原辅导在线教育 全国累计用户突破四亿 我做出来一题了 我也做出来了 我们将来要一下信息点 你是看哪里看出来的 最主要就是那个圆和那个翻转的 主要翻转的很关键 我明白 我是看这个翻转是一点 但还有一个信息点 在左下角 这个地方红和黄是绕成一个点的 全图只有这么一种 我觉得我们俩都可以上 如果这样的话 是的 你要觉得没问题 就你上了 你觉得可以 我觉得我可以 但是 总觉得有点和王宇轩再打一场 对 和王宇轩再打一场 我们猜测另一支队伍 可能会派出王宇轩 而王宇轩在之前的比赛中 在一位一的这种 类似的想象目上 就从来没有施过手 那要不换我上一支 我觉得也可以 我觉得你自己备战一下吧 我换王宇轩一把 王宇轩你要不要来做一下 那我们咱俩来做一下吧 众命大神们能帮我看一眼 我这个黄也不上了 就我就总觉得它不对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只能这样连出寸 然后这个地方就空了 还真是 太棒了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先讲一首吧 然后讲一首 然后立马你们在这边 投入实战做 就看我们方法有没有用 赵金浩他们各自为战 然后他们这边是聚在了一起 用一台机器做 真的这两支战队 现在备战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明锐他们这队 一直在讨论的话 事实上他就少了 动手锻炼的时间了 备战时间到 军乐宝乐星奶粉更重视DHA和AIA 宝宝意志选乐星 为脑力天智力 有请选手登场 现在我们大家都好奇 你们到底会派哪一位率先出战 两队 率先出战的队员是 三 二 一 三 我 慌张 我们当时非常激动 等了八七了 这两个人终于打上了 竟然没有和汪宇轩再打一场 其实有一些小失落 而另一方面 其实我也是相信 黄明锐是比汪宇轩 在这个项目上会强一些的 要记得上一次在女娲补天的时候 明锐其实跟金浩对阵过 金浩的正确率是百分百 而明锐呢 是少做对一题 而且又出错 老明锐 你向来都充满了自信啊 第一场的比赛 胜率是 百分之七十 赵金浩回答 百分之八十 好 现在我们请暂时不参加PK的队员 到战队区就位 有请 老明儿加油啊 没有紧张 加油金浩加油 加油 帅先出战的两位队员 希望你们都能够赛出好的冲击 全一赛即将开战 海田黄龙江真本战场办 怎么吃都好吃 请选手登上挑战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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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本期节目所有的挑战项目呢 我们依然由南京市 师城公证处 公证员 王静 季晓东 进行全城的监督 海田黄龙江 真本战场办 怎么吃都好吃 请准备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他们都是 转 先转的 对 都是先转中间的 那个可以转的 不能移动的 对 看到盘面中 散布着四种不同颜色的线条 选手需要旋转 挪移盘面当中的六边形格子 把四种不同颜色的零碎线段 按颜色拼接成四条 闭合曲线 简单来说 就像在玩拼图游戏 除了常规移动的六边形格子以外 我们还设置了三种特殊的功能格 功能格不能移动 只能通过旋转 反转 变色的方式 与相邻的线条 连通 这个设计 大大增加了答题的变数 对于选手的推理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明日已经就开了四了 感觉赵金浩还在看 千丝万缕这个项目 我一开始并没有着急作答 而是观察了整个盘面 在脑海中构建了四条线路 大致的位置以及连接方式 她一眼看到绿黄了 绿黄的那个确定了直接 旁边也没看到吗 旁边也还没看到 可以转的那个 现在方向是不一样的 他们两个最后恢复出来的 目标图形 只有一个唯一解 那就说明 肯定有一个人是不对的 两个转的方向都不一样了 现在 你能看出黄明瑞的进度了吗 他做得更慢 我感觉 黄明瑞又在调整旋转功能格方向了 哦 这个看上去对了 对对 就一定是这样的 现在一定是这样的 明瑞我刚看到他黄线 下半部那里好像遭遇困难 对那个地方 里有一个黄蓝连着的 那个黄蓝就在那个翻转阁上面 那个翻转阁上面 就是黄蓝连着的 但是他这样 那个蓝不对 没发现 他得找一个 感觉不太对啊 他现在好像是在搞蓝色的 目前看起来 好像金浩的蓝蟹 已经有一点 对 样子 看起来是不是金浩 快一点 快一点 是 现在金浩快一点 不错 他的全局关好大哦 其实这么看还是赵金浩快一些 他每过在那个还是移在那儿的 哎 发现了 在我确定了左侧那个旋转坏的方向之后 开始着重去拼黄色线 我认为拼黄色线可能是比较的快的 明锐的黄色做得挺好 明锐很多黄 黄都基本出来了 漂亮 只要做出来一个环机闻就闻了 好像明锐快一点 因为他的黄线完全的比较大 所以他至少那些东西他就知道是可以不动了 金浩 他的蓝色已经 对 他蓝色可以 他现在又在干嘛 现在好像金浩的蓝线开始做调整 不对 赵金浩那个是不对的 完了 哎呀不对 金浩真的卡住了耶 对啊 他没有动 卡住了 看到什么时候发现了 金浩怎么回事 金浩 在比赛过程中我是在下面的一个很小的位置 花了很多时间去判断 虽然说有几个固定的块 但是从这个固定的块是有很多种推出来的可能的 所以耽误了很长的时间 但明锐还有个蓝线没有连好 他先把那个蓝的搞出来 对啊先把那个蓝的给搞出来 黄明锐的蓝不太对 黄明锐蓝的蓝不太对吧 那个蓝的看得好难受 别别别啊 为什么怪蓝的拼完呢 好好去 为什么怪蓝的拼完呢 好好去 这个蓝的真的是 快点让蓝的搞回来 哎 蓝色可以了 当时我的蓝色环虽然是断开了 就是有两块没有还原 我的策略就是 把它每个环大致的融合 弄出来之后 直到我做到那一个区域 如果我看了 哎那是蓝的 我就把它弄到蓝那个地方去 它的橘子也差不多出来了 它基本上整个框架都出来了 对 还是明锐快一些 金浩加油 金浩还早呢 我觉得黄明锐已经快出来了 完了完了 我已经完了 金浩在做错了 就算是没有什么意义 我感觉 哦 崩溃了 出来 比赛结束 海天皇豆酱 真闷战巧棒 怎么吃都好吃 挑战成功 黄明锐破胜 好 请两位到我这边来 那么我想问一下金浩 哎 在做这个比赛的时候 到底问题在哪儿 其实这张图 有很多关键的点 从这件点都可以推出来 我是找到了很关键的点 你做出来应该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反正我觉得两位都特别棒了 我都不知道我需要可能到下个礼拜 或者下个月才能解答出来 听金浩说的内容 他其实在策略上还是有一点点失误 他上一局六色弥盘 他也是在策略上稍微有点失误 所以金浩还要在策略上要更慎重 还要更小心一点 好 这是薛教授的建议 来 佑教授 首先呢 我还是要恭喜明锐 其实刚才在这个观察间的时候啊 我就发现了两队备战的气氛 是不太一样的 或者说策略是不太一样的 那金浩这一队呢 开始的时候有几个选手是各自研发 然后呢再组合到一起 而这个明锐战队呢 大家围绕在明锐的周围 好像是在听明锐上课一样一起研发 那我当时是非常佩服明锐的这个领导能力和表达的能力 但是我看了比赛之后 我发现明锐自己上场的这个动手能力 也是特别的强 真的让我特别特别的佩服 谢谢尤教授 我想对金浩说一句话 你现在的失败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你的失败会点燃大家的战火 你的失败反倒会燃起大家接下来的比赛 因为这毕竟只是一个开始 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也是金浩的战略 你这样讲的让我想起来 说不定金浩是故意失败的 要点燃他队友的激情 说不定啊 我们对每次都是 意思应该没关系 好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我们是有结果了 不要影响两个战队的心情 因为接下来还有第二个项目 而且第二个项目获胜方会有怎样的权利呢 而且这个权益的获取 他所带来的效益 不一定比第一个项目所带来的效益弱哦 有请两个战队其他队员 在第一轮权益赛比赛结束之后 失败的战队陷入到一点被动了 但是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第二轮权益赛是两两对决 但本轮的权益与上一轮有所不同 本轮权益的胜方有权力指定 拜访出战队员在决胜接力赛当中的位置 亭峰 你最喜欢做的前菜是什么 今天的前菜可以用拉子鸡来形容 哇 拉子鸡啊 一下就开胃对吧 对 好 再问亭峰 接下来这一盘菜会将是什么 蚂蚁上树 蚂蚁上树 到底谁能够上到树顶呢 我们待会儿拭目以待 接下来请两支战队 前往备战区备战 请开启备战通道 上斗音看直播 通关密集齐分享 超多精彩看步 这个 这不是鲁班立方家金字塔吗 哇 哇 好好玩 我天 下池 这是不是要下棋 这太多了 块太多了 大多数都是四块 然后偶尔有三块 研究一下 我们组的是它整个小方块的数 应该是双方配合的一个东西 不然就没有双人的意义了 接下来请烧脑侠为我们介绍烧脑规则 战队突围赛 2V2PK 锁定高地 旅行队选手需依次将18个异形块放入盘面中 在放置过程中 方块不可悬空 并要与本队已放置的异形块相连接 且不超出规定区域 请注意 在规定时间内 若有选手未放置 则是为放弃剩余一斤块 其选手继续挑战 当两队选手 均无法再放置方块时 比赛结束 顶视角快速击围 本轮得分 挑战共两轮 总分高的队伍获胜 这要怎么玩 原辅导在线教育 全国累计用户突破4亿 关注原辅导微信公众号 挑战最强大脑同化题目 现在根本就没有想法 对 现在没有什么想法 有人下过棋吗 我也觉得和下棋比较像 锁定高地这个项目 很像是下象棋或者下围棋 可能一两步就会决定 之后很长范围的结果 而这种直接的争锋 在这一季的最强大脑的历史上 可能是绝物仅有的 这个项目就有点像 棋牌类的对异游戏 但是它的规则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可以一条条地 结合动画来看 第一个规则就是 一形块与一形块之间 是不能出现悬空的情况 我们下面再看第二种 每位选手他放置的一形块 必须要跟自己之前 放的同颜色的一形块 是要相连接的 就叫面和面的连接 对 那我们再看第三种 错误的摆放方式 选手放的一形块 是不能有任何部分 超出红色的这个区域 而且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规则就是 每放置一块 只有三十秒的思考时间 超时了 三十秒过了都没放的话 他就不能放了 这一轮他就结束了 所以他有脑力 还得自己计算那个时间 对 我们最后比赛 判定胜负的标准就是 从顶视角往下看 哪一个块面积多 谁就赢 理论上你可以为对手 设计一些陷阱 如果你算好的 大概会走那一步 但是你下一次 已经没有那一块 可以放的 那你就可以算 前好几步 哦 这个是一个思路 秦峰说得很对 就是说你要记住 对手发入哪些块 那你就可以推断出 他还剩哪些块 我们没有能力了 想不到那会儿了 两支战队请注意 接下来是 原辅导名师讲解时间 大家好 我是原辅导高中数学老师 哈如雪毕业于北京大学 我是原辅导高中 物理老师唐峰 也毕业于北京大学 接下来由我们 给大家讲解一下这道题 这个小项目呢 有一个策略 不过需要你们有 极强的工作记忆力 作为支撑 因为规则设定中 双方是无法看到 对方手中剩余的一型块的 如果你们希望 掌握比赛中 更多的主动权 就可以去记忆 对方放置过 哪些一型块 这样才能准确 探认出对方 剩余的一型块 在比赛的后期阶段呢 尤其是最后几步的时候 这样的策略优势 就会非常的明显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动画来讲解一下 现在的双方 只有最后一个一型块 还没有放置 红方的一型块呢 只能放在这个 闪烁的区域内 蓝方的一型块呢 可以放在线外屏幕 闪烁的这个区域当中 如果蓝方的选手 记忆了红方的一型块 那么蓝方就可以将一型块 放置在围堵红方的位置上 就像这个动画里展示的一样 这样呢 红方的一型块 就无处安放了 我们先分享一下吧 分享一句话 抢二让它三 但是我们不放三 OK吧 然后在某一块开始 开始抢残局 那时候需要 戴上大的面 我的想法是抢二抢四 就是你有四能在中间 梗布它 它就不能绕嘛 所以说你就有四的 赶快把那个四锁了 就是你只要能放第四层 你就先把那个 第四层都给放了 明白明白 然后它就越不过去 抢四明白 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呢 首先你是要抢占第二层 当你抢占第二层之后 对方被迫铺第三层 你就可以踩着三次压四 所以我们的策略是 抢二让对手三 但是我们不放三 我的策略是说 就是像这种 单位的东西 要先解决的 简单的快 不要太快就用 最重要是你后面 不好放的那些 你会很难找到 那个刚好的面积 哇 那这个要回家拿 回去好好玩一下 其实大家可以到 抖音直播间去看看 现在很多 最想要大脑的项目 在抖音直播间 都有得买 真的哦 对 直播间很多主播 会推荐的 所以不只是时尚 还让你更聪明 那我也下回要再直播 做一下这个游戏 带货 对带货带货 好好用哦 哇 你选人了吗 他们已经开始了 你打 你打 对 我觉得王柏涛可以上 王柏涛很很优秀啊 王柏涛就拿第一棒 然后迅速拿一个大分 然后让对面 凉凉凉凉凉凉 然后对面就真的凉凉 帽黎 这么厉害 应该表现一次 小乔你觉得你可以上吗 我可以上 我可以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 他们可以决定我们 如果上的那个人会被安排 对 我们两个也比较稳 对 你们两个比较稳 如果我上 我这个也许做得好 但如果一旦反挥不好的话 下一轮很危险 如果他把我放到最后一个 但他们已经 已经把我 估计要把我放到最后一个 备战时代表达稳 就要把我放到最后一个 就要把我放到最后一个 备战时间到 请两支战队停止备战 出战 请两个战队派出的第一轮队员 出列 两队派出的第一轮队员分别是黄明锐战队的黄博韬 楼云浩战队的陈小乔 接下来 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两队分别派出的第二轮出战的队员 出列 博明锐又来了 明锐 这场如果输的话 接下来的局面是不是考虑过了 是有一定讨历的 王沐涛是所谓的六边形战士 综合能力非常的好 本来我就可能会被他们队针对 那我安排到哪的话 也只是他们针对我的一个方案的实施而已 我觉得在哪也没有关系 陶子 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完全出乎意料 一个很神秘的队员王茂林出列了 讨历到王茂林 他在各个项目上都会更稳一些 我觉得下一个项目 他不管在什么位置都能够 发挥的好 云昊的队伍呢 因为上一次失利了 所以呢有点被动 他如果这一次再失利的话呢 犯错的成本就更高了 所以呢他可能会保留一点实力 其实我原来呢很担心我们设计的这一个赛制啊 他们根本就不考虑 他们只考虑说这个项目谁最强 我就派谁 但是现在呢我发现 哎他们还是考虑到了我们设置的这个赛制 所以他们派出这个阵容 我相信也是他们经过充分的考虑一个非常理智的策略的选择 我想问一下两队 对 这场比赛的预期到底是什么 深惊百战的洋溢 非常相信小乔和茂林 因为茂林的话他非常的稳定 然后他之前发挥都很好 小乔的话 最说他经常压线过 但是他还没有失败过一次 欣然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 兵浩的战队有一点留一手的感觉 而对于我们队来讲 我们没有想过这么多其他的 如果输了 被排兵固阵怎么样 因为我们就是要赢 哎呦 既然双方对自己的队伍呢都非常的有信心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场全一赛 请其他的队员到战队区观战 有请 第二场全一赛对双方非常重要 这将决定的胜方到底如何安置 决胜团接力赛当中 拜访两位队员的具体排序位置 好 海天黄豆酱成本战草班 怎么吃都好吃 请第一轮出战的选手 走上挑战位 好 四位选手当我说挑战开始的时候 你们要遵循以下的规则 本场全一赛共两轮 两轮新手战队将会交换 每轮每位选手有18块一型块 两位选手需交替将各自的18个一型块 按规则放入盘面中 如果为按规则放置 被视为无效快 每次放置时间为30秒 直至双方均不再放置 则本轮比赛结束 最终积分的方式是以双方所站顶视角快速来计算 两轮总积分高的战队获胜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因为呢 涉及到第一轮谁是先手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抛臂决定 在我手上有一块牌子 基调是蓝色的 属于黄波涛 听明白了 好 红色的属于陈小乔先手 好 先手是蓝色 黄毕人战队 黄波涛 海田黄冬酱 三门战场班 怎么吃都好吃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现在是蓝方先手 由蓝方 王博涛开始摆放 即时开始 蓝方 王博涛摆放有效 红方 陈小乔摆放 红方 陈小乔摆放有效 先把一格四层的站上了 四方还打地基 对 蓝方 王博涛摆放 王博涛此块 未与同色相邻 摆放无效 诶 放错了 这有可能是策略 他不会理解错规则了吧 在这个项目当中 有三种错误的搭建方式 第一种呢 异形块与异形块之间 不可悬空 第二种呢 是必须与自己之前放置的 同颜色的异形块相连接 第三种呢 所有的异形块 必须放置在规定的区域内 选手要在这些 苛刻规则的限定下 不断地根据当前的盘面 进行实时的推理 这样才能保证 顺利地搭建异形块 这对选手的推理力 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红方 陈小乔摆放有效 蓝方 王博涛摆放 蓝方 王博涛摆放有效 陈小乔第一步占领了第四格 如果我继续走的话 他就有可能过来盖我 这样我就陷入了被动 所以我故意放弃一颗最复杂的棋子 这样的话我就能够获得主动权 然后反手为攻 红方 陈小乔摆放有效 蓝方 王博涛摆放有效 红方 陈小乔摆放有效 蓝方 王博涛摆放有效 王博涛放这一块 既自己拿到了第四层的位置 又遮盖了小乔的一些面 他想阻断他的路啊 现在我感觉小乔是处于劣势 因为大家一直集中的那一块 马先抢分 红方 陈小乔摆放 我一开始的策略是用最高的那一个 来占据一个高地 然后以此为中心向外扩展我的领域 其实在一开始 这个策略执行得非常顺畅 但是在王博涛完全堵住了 我右侧的路的时候 我发现我好像已经处于下风了 那个时候开始想其他的对策 如果小乔不再往旁边的地方扩充的话 那就会被王博涛占有 对 就堵死了 红方 陈小乔摆放有效 蓝方 王博涛摆放 全盖住了 之前应该想到的不能放这个 对啊 放这个就会摆开 其实现在开辟新区域是很重要的 黄博涛他就会开拓新的区域了 他马上想到我 红方 陈小乔摆放 红方 陈小乔摆放有效 蓝方 王博涛摆放有效 红方 陈小乔摆放有效 蓝方 王博涛摆放有效 所以你看到他们两个的策略 王博涛是另起炉造型的 不断地开拓他自己的疆域 而小乔一直就是亦步亦驱行的 一直处于手势 被牵着鼻子走 稍等 我检查一下 悬空了吗 有悬空吗 因为你这个下面还有一格 红方 陈小乔 此块悬空 此块无效 不会吧 各有一块无效 由蓝方 王博涛继续摆放 红方 陈小乔摆放有效 蓝方 王博涛摆放有效 他们现在只剩下三块了 小乔最快放得不好 没有加分 他的机会不大了 蓝方 王博涛摆放有效 就平方的一层就好了 但这时候如果你硬走 其实就是替别人做垫脚 使用 宁愿不要走 我放弃做到 我放弃 蓝方 王博涛继续摆放 所有一型块已放置结束 蓝方目前领先12块 王博涛一位一真的好看 咱们战队选人永远都选得特别在点上 这个问题很大 请裁判恢复盘面 接下来又要展示黄明瑞的实力咯 黄明瑞绝对没问题啊 真的 主持人 盘面已清空 所有一型块已归位 好 海天黄豆酱真闷战炒饭 怎么是都好吃 我们请第二轮的选手到挑战区就位 挑战场 挑战场 能够巩固自己的圣迹呢 还是楼银号战队反败为胜呢 海天黄豆酱真闷战炒饭 怎么是都好吃 两位队员请做好准备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本轮 红方先手 由红方 王茂林开始摆放 王茂林显得好乖巧 红方 王茂林摆放有效 蓝方 黄明瑞摆放 蓝方 黄明瑞摆放有效 全盖住了 已经想过怎么吃这个了 红方 王茂林摆放有效 全盖住了 他是不是都计算到了 他会怎么弄呢 这一题他名字就要抢盖高地 按照我和王茂涛 我们知道理论就是 他无论怎么摆 我们就可以找一个相同的 把它压上去 抢二 然后接下来再抢四 蓝方 黄明瑞摆放有效 我放一块 他就放一块 黄明瑞的这种策略下 他就会一直占据高点 我就迫不得已继续去开拓 新的疆域 然后新的位置 就给他当了垫背 就我当时陷入了 这样的一个怪圈 这样他就给了我一个 很大的压迫感 去利用他那一块 那一块利用上 可能也到不了第四层 因为它只是第一层和第二层 蓝方 黄明瑞摆放有效 这个好像又给人家搭了 又铺一层路吗 你不要再铺路了 baby 蓝方 黄明瑞摆放 我觉得王茂林 比较像在跟他合作 有可能第一块摆错了 后面都在给别人铺路 哇 追上来了 黄明瑞是丝毫不给他机会的 黄明瑞这是每一块 都拿捏得死死的 他就剩那两块了 红方 王茂林摆放有效 蓝方 黄明瑞摆放 黄明瑞摆放有效 合有一行快一百放完毕 合成方是黄明瑞摆放有请 可以 最后那个三压的 真的舒服 舒服就一个惨了 二天皇逗架 真闷断炒饭 怎么吃都好吃 我们恭喜黄明瑞战队 在第二个项目当中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呢 就获得了指定 败方本场出战的两位选手 在决胜接力赛当中的位置 我想问一下黄明瑞 对 其实我想你应该很了解这个游战 其实我觉得先后手它代表的可能是攻方和守方类似这种 其实后手就是攻击方 先手就是防守方 就本身是都有可能获胜的 那我们的策略就是如果我们是后手对方先手 假如他放了第一层的我们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叠上去 那样子第二层就是我们的而且他难以从上层发展 对我们后面的是非常有利的 如果我们是先手的话我们就放一个立体的 他如果想往上站的话我们可以从旁边沿出来就属于防守方 后面呢我们其实没那么多时间再考虑了 我觉得我自己确实个人推理能力确实是越来越强了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黄明瑞对会是惊喜连连 而且最重要我也把宝压在了王伯涛的身上 因为我觉得王伯涛会给我们惊喜 所以说果不其然王伯涛这一轮 其实他是块数最多的一位 25个 所以我真的觉得应该给王伯涛一点掌声 哎呀 太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场上的战队区的队员到舞台当中来 有请 云浩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有预期吗 哎 没想到 两轮都输得这么惨 比赛的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已经在考虑了 万一我们失利的话 接下来决胜的接力赛会怎么样安排 会不会对手安排 我们即将开启的是角色接力赛 两支战队你们要注意的是本轮的备战你们不仅要备战项目还要商定出出战的顺序 特别是明号战队有三个队员是由明锐战队所决定的 好 请两支战队前往备战区 上斗队看直播通关密集齐分享超多精彩 看物品 哟 导演组真贴心 知道我们脑力消耗太大还准备了吃的 哎 这不是海天黄豆酱的真排骨吗 嗯 好吃啊 海天黄豆酱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 大家都吃完了 我们赶紧开始备战吧 好 请烧脑侠为我们介绍烧脑规则 战队突围赛 血战到底 八升八爬面中 含有六十四个数字 在连连看的规则下 相同的两个数字演细后消失 不同的两个数字 则分别处以最大公约数 若伤为一则消失 否则保留 将所有数字 尽数消除则未成功 为全部消除则作答失败 每队六位选手依次接力作答 若选手答题失败 则立即将总用时翻倍 该选手继续作答 直至完成 用名选手全部作答完毕后 队伍总用时端折获胜 还行吧我觉得 我觉得还行 先每个人练把 然后再交流技术 这是什么呀 他们的因素里面 找一个最大的共同的 然后把它除掉 这么恶心啊 数学啊 我先实践一把 再继续想理论吧 对 我觉得需要实践一下 这道题呢 确实主要考验的是 选手的计算力 因为每一个盘面呢 它有64个数字 选手呢 需要在脑海当中 计算每个数字 和跟它有公约关系的数字 我们可以看一下 动画再详细地理解一下 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个盘面当中呢 9和21 它们的最大公约数 就是3 那它们两个相连之后 我们都除以3 就剩下一个3和一个7 但是这只是 其中的一组关系 整个盘面当中呢 这样的组合 是有很多的 比如说60这个数字 那我们把它 如果拆分开来 是有很多种拆分形式的 所以相当于 消除了60之后 就有可能得到 10个新的数字 那选手在看到 60这个数字的时候 他脑海当中 就要反映出 这10个数字 难度还不止这些 因为它不是随便 两个数字都可以消的 我们是要求 这两个数字 只能用三条 或者是更少的直线 连在一起的 才能消 比如说这个50和85 是有公约数的 但是它们两个连起来 是要4条线段的 这就不符合 我们的规则了 所以在现在这个盘面上 50和85 是不能消除的 规划路线很重要 但是呢 消除的次序 也很重要 如果你次序不对的话 就有可能造成 最后有些数字 是无法消除的 那就作答失败了 比如说 在这样一个盘面上 这两个7和49 是都有公约关系的 那你要先消哪个呢 假如说我先把两个7 消掉 那49就消不了了 因为这里面没有 跟它有公约关系的数字了 所以呢 你必须得先把这个49 和其中一个7先消掉 然后再去消剩下的 我说实话 跟老师们聊天 我真的觉得 我在上那个 原辅导的网课 因为毕竟 原辅导网课的APP里面 都是清华北大的老师 姐这题还是挺慢的 我觉得 你们的策略是什么样子 这个题的 大概的策略是这样子的 游戏开始的时候 横着12345678 全点一遍 竖着12345678 全点一遍 一开始的时候 用大概半分钟的时间 去把场上整出一些空地来 然后是的 这个很有道理 第一个那样点过来 会不会有风险啊 在我目前来说 还没有用错的地方 在这件事结束之后 把2357这些平方数 提取出来 这些数要怎么处理 这些数只要它能 向一子必消 就你的意思是49 如果有7 就一定可以提消 这是一定不会让你无解的 只要场上不剩平方了 就没事了 对 赵金浩在这个项目上 简直是王者 他可以一下子 就能找到一堆的思路 因此他把这些思路 都交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我再来一次 我又死了一次 哎呦 我第二道题 已经重置第二次了 我觉得就是 13以上的质数和大平方数 如果在中间的话 就先把它削掉 因为先削中间的话 就可以把中间 全部给打开 先削边上的话 就很容易陷入僵局 我要开中间 但是小数不要用 然后把2357这些 大概留一留 它让它们削大的 对 有个问题是 有个问题是 你们知道连连看死局吗 叉是吗 对 叉叉 那也会死 我们要关注一下 有没有这种东西 在这种质数连连看里 死局其实就是给你一个填字格 然后对角是2和2和3和3 这样的话你谁也连不到谁 你也死掉了 他们主要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策略 对 两支战队请注意 备战时间剩余5分钟 请你们商议后决定出战顺序 我们直接排吧 怎么说 我觉得我们队的顺序 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因为对方肯定会把我们 置于一个最不利的顺序 所以我们自己的这个排序 意义没有那么的大 现在报一下大家的战绩 我目前重制一次 我没有重制过 9分和5分 你收尾 你第六棒 我第二题重制一次 三四次 我第二题重制了好多次 还没有做出来 老魏你呢 你是怎么样来的 我第一题重制三次 第二题没有 现在我们先大概排一下 你最后一棒 我最后一棒 我倒数第二棒 王兴尔倒数第三棒 我尽量往前 要不这样 王允轩做第一棒 王允轩做得快 邵允轩做第二棒 魏忠惠第三棒 目前这样排 大家有意义吗 没有问题 黄明锐战队 永远都是那个 思考最多的战队 对 我们排一下对方了 这几个 只是跟你说 质数绝对没有问题 对这俩 王茂林是必须要安排的 这两个是所死的 就王茂林和陈小乔 我们要调 好我们去排一下 好我们从 算计的角度 听风 我就说 让云浩那边 有出场过 但是失败的两个 放后面 其实对他们的压力 是加很多杯的 嗯 小乔放最后 茂林 刚才还谁 输过来的 还有金浩也是 所以金浩也可以 再放后一点点 最硬的了 我不太理解一件事情 把弱的放在后面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 首先这三个都是因为 今天有出来打过 但是也是失败过 现在放后面 是因为如果他们出错 那个时间会加倍 最打的是一种心理的压力 对看看他们跟我们 排的一个一样啊 两支战队 请注意 啊 备战时间 仅剩最后三十秒 啊 怎么就这么快就开始了 这边要难 我好虚啊 哇 我感觉这是我最慌的一个项目 我也慌啊 备战时间到 军乐宝乐心来的 更重视DHA和AIA 宝宝意志选乐心 为脑力天智力 有请选手登场 加油 大家加油 现在呢 我们两队 已经为接下来的 决胜局 做好了准备 听风 如果说第一局 是辣子机的话 好 第二局叫做蚂蚁上树 接下来这一盘菜 是什么 接下来这一局 六打六 肯定是乱顿 乱顿 乱顿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决胜赛的两队的 排名不正 根据我们上两个项目 比赛的结果 黄明锐战队 要做出 柔云浩战队 三位选手的 排序决定 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上 量 云浩 此时此刻 你会不会觉得说 哎呀 被人宰的命运 实在太惨 事情三 哈哈哈哈 好 根据我们的规则呢 黄明锐战队 必须依次行使两轮的权益 首先 你们用的是第一个权益卡 移动 罗云浩战队的任一 一名队员 我们将杨毅从二号位 一到六号位 好 现在你可以使用权力卡二 决定两位队员的排序 将王茂林从一号位 一到六号位 将陈小乔从二号位 一到六号位 这一局的比赛呢 一荣 不一定巨荣 但一损 必然巨损 任何一个落后 都会对队伍 造成严重的影响 三位S都排在了前三棒 这意味着 后面出错的话 代价就会很高 所以呢 你们要注意 正确率比速度更重要 我想问一下小乔 以往的比赛当中 你的推理力和计算力 是不是强项 其实在以往的比赛中 我的推理力和计算力 并没有什么展示 并没有什么展示 并不代表是弱项对吗 对 是 蒋老师 他是家中理工学院 计算机与数学 对啊 茂林 你在以往的比赛当中 推理力和计算力怎么样 好像也没有特别考察过这方面 但是我对自己的推理力和计算力 还是很有信心的 王茂林 2018年美国大学生 数学建模比赛一等奖 这个奖我也有 王以轩 你一定要这样麻烦了 不不不不 第一集的时候 剪辑了这一句话 这奖我也有啊 这有什么心情呢 然后此时此刻 我感觉这句话又很应景 没关系 你的国家奖学金我也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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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了这样一个背景介绍以后 你是不是 更自信了 其实肯定这个题 不会难当你们 但是如何发挥到 百分之一百两百 那就看您的心态 孩子一股作气 加油 好 两队 接下来的决胜赛 就决定了 你们两支队伍的命运 到底 这一场比赛 怒死谁手 海天黄豆酱 在门战草班 怎么吃都好吃 请两支队伍 走上 超调位 加油 加油 所有选手请注意 本轮队战中 两支战队从各自的第一棒到第六棒 依次接力作答 选手间不能相互交流讨论 比赛过程中 若发现剩余盘面已无法完全消除 视为本次作答失败 选手需自行按下重置按钮 重新作答 全队两支支队 累计比赛用时即刻翻倍 最后六题全部完成 且累计用时更短的战队获胜 所有选手 你们听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好 海天黄豆酱 真闷战草班 怎么吃都好吃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这 这怎么为什么一直在往这边滑呀 这个项目 首先它要考验一个速度 我们队伍有一个统一的策略 就是在一开始直接把每一个行每一遍给点一遍 这样子我们可以在这些数字的中间给打开一些通路 这样我们可以从中间和边上同时开始解决问题 我怀疑它是用这个策略 至少把中间相连的两个消掉了 血战到底这个项目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消除最大公约数的连连看游戏 选手面前八成八的盘面内有六十四个数字 它们需要通过观察和心算 用约分的方式来消除盘面内的数字 比如四和一百一十四这两个数 它们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二 当选手连接这两个数 这两个数被二整除 就会留下二和五十七 两个四十七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四十七本身 连接它们约分之后就会剩下一 而数字一在盘面上会消失 选手用来连接数字的线段 不能超过三条 一旦盘面内的全部数字被消除以后 下一名选手就将在全新的盘面上 接力继续作答 最后用时短的队伍获胜 这个项目首先考察的是选手的计算力和观察力 很多数字约分以后会变成新的数字 选手要争分夺秒地找到再次约分的数字 这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计算过程 其次如果选手最后的盘面里出现了无法消除的数字 那么就会形成死局 整个队伍的比赛用时就会直接翻倍 所以选手一定要通盘考虑 注意数字之间的最优解 这对选手的计算力又是更大的挑战 他们策略是不一样的 龙云浩以速度为主 龙云浩以速度为主 龙云浩以观察为主 在大脑的舞台上面 有太多那种为了球快而放弃正确率 最终输掉比赛的例子 所以我更希望让自己做题很稳 这个项目因为一旦出现最后无解的情况 那么整个时间就要翻倍 所以他要同时观察这个盘面 在什么情况下会变成无解的 那么要避开这样的情况 王宇轩是经受住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龙云浩站队 龙云浩坐大完毕 赵金浩接报 差不多两队的速度 他们的策略都是这样子 这样是不是有可以解的自动会解 连续两个是可以笑掉的就会自动笑了 这个题目其实是很容易做错的 走一步错了 怕到最后有一些就去不掉 哇 赵金浩很快的 毕竟赵金浩是数学上面比较特长 这个项目的难度主要体现在它的无解情况 它的无解情况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质数的平方或者更高次力 如果留到了最后 它自己就没有办法消掉了 比如像49这样的块 一定要分别与两次7进行相削 千万不能把49留到最后 另一种情况就是交叉填字格无解 如果最后只剩下四个格子 分别是2332这样形成一个填字格 也是没有办法消掉的 所以在处理这个项目的时候 一是不能把质数的平方留到最后 另一个就是 及时的观察盘面 有没有类似于填字格的无解情况 如果有的话 需要立即处理掉 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状况 这右上角有一个连连看自带的交叉误解的情况 而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呢 我在它附近做了大量的计算 然后把其中一些可以约分的像 首先约分掉了 虽然说在这个时间耽误了时间 但是我可以保证 这道题百分之百是可以做出来的 楼云号战队赵金浩做到完毕 张喜悦接报 哎呀 重置了 他重置的话 实践是算double 所以他们现在是15分了 对 许愿意上来很快 许愿意上来很快 邵逸轩这次好像明显谨慎了很多 销得特别慢 我喜悦很快 这种喜悦真的是太厉害了 太快了 哇 三分零二秒 楼云号战队张喜悦做大完毕 洋溢接报 楼云号的后面三棒要顶住压力 对 比赛中楼云号战队的前三位队员 领先于黄明瑞战队的队员完成比赛 事实上楼云号战队的前三位队员 正是黄明瑞战队用权益卡 智悦到前面去的 因为这三人呢都是S全层的选手 但是云号战队的后三位选手 实力相对来讲是偏弱的 所以这三人能不能顶住压力 才是对云号战队真正的考验 杨毅其实相对也慢了 我自己的策略就是求稳 我可以时间长 但是我一定要稳 我一定不能被发誓 邵玉轩这次应该OK了 黄明瑞战队邵玉轩作大完毕 魏仲恒结报 我们心里其实是一点都虚的 因为我们把3S放在最前面 他们就应该做得这么快 然后后面是一定要重制 他们只要一重制就要发誓 发的肯定比我们稍微卷多 所以我当时一点不怕 魏仲恒载很快 还挺快的 太快了 我才用了两分五十七秒 黄明瑞战队魏仲恒作大完毕 王欣然接报 现在都是第四棒了 我当时紧张非常紧张 怕不小心重置 因为这个代价真的太大了 压力大了 压力大了 杨毅搞定 楼云号战队 杨毅做大完毕 王茂林接报 现在大家想要求问 不能再错了 现在如果再翻倍 已经好恐怖了 楼云号战队 王茂林做大完毕 陈小乔接报 哇 他们最后一棒了 欣然加油了 加油 黄明瑞战队 王欣然作大完毕 黄明瑞接报 小乔那边就要稳 就必须要稳 这失误的话 他们队就前功尽弃了 我可能因为之前的失误 被他们放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将陈小乔从二号位 一到六号位 所以我承受的压力 非常非常非常大 但我最希望 这个压力由我来承担 因为我对之前 自己的表现非常不满意 这个时候陈小乔的压力 得有多大 就是所有人心里都想 他不能出错 不能出错 黄明瑞战队 黄明瑞作答完毕 王博涛接报 小乔怎么不动了 是我们屏幕坏了吗 这个屏幕走一步错了 到后面就会错 我看到了六十四 二的六四方 因为需要与二 销很多次 如果不好好规划 接下来的销除顺序 很容易造成盘面无解 所有人都等着他 他压力得多大 陈小乔坐大完毕 门银奏战队获胜 可惜可惜 好 有请两支战队 到我身边来 好 海天黄豆酱 这门战炒饭 怎么吃都好吃 我们祝贺 楼云昊战队 取得了本轮挑战的胜利 来 薛教授 云昊的队伍 又一次绝处逢生 很重要的功劳 是后面那三位队员 他们顶住了压力 小乔 最后一棒 做得非常漂亮 其实我想说 我非常非常感谢 我的队友前面积累了 那么长时间的优势 让我可以用一个 最稳妥的方式来做这个题 我们这场胜利 绝对是我们策略制定上的成功 不是我们能力要胜过对方 我不想给小朋友压力 但是想问一下 小义轩 你现在的感受是如何 我很自责 因为我误判了 然后重置了 我十二岁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 你已经可以在这里比赛 你已经好厉害 小义轩你别忘了 你是找到三星宝石的人 邵玉轩获得三星宝石 用时四十六分三十二秒 所以你别忘了那一刻的荣耀 那个是没有人能够跟你一样 这么厉害的 对 根据比赛的规则 晋级的队伍是 柔云昊战队 请你们登上 站立区 根据比赛的规则 我必须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 由于在决胜赛当中 失利 黄明锐战队 整体团面 我也知道 场上胜利的队伍 和失利的队伍 都期待着我下面的一句台词 现在我宣布 进入战队补强环节 本场获胜队伍的补强名额是 梁明 对自己留在这个舞台 想要说什么 从博涛开始说 我还可以力挽很多次狂的 明锐 如果留下来 那我会一直站到最后 我会继续努力 我想说 我是一个综合实力 还可以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如果有可能 也可以考虑一下我 我本来就应该 已经离开这个舞台了 在上一次我失利的时候 很幸运地被黄明锐挑中 然后并且这两天我也玩得很开心 我对这个舞台 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 但是如果国际战队需要我的话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中航 我的旅程可以到这里结束了 我认为同为六边形战士 王波涛是我的上位替代 雨萱 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强 他们更应该去国际战队 而且我在这个舞台上 已经没有遗憾了 没有遗憾了 接下来 楼音号战队可以在 黄明锐战队当中 选择两名选手 进行战队补强 那么剩下来的四名选手 就要告别这个舞台 太难生了 黄明锐 王雨萱 我理智上觉得王雨萱厉害 但我请赶紧一下王星远 黄波涛呢 黄波涛其实也挺厉害 接下来楼音号 你必须做出你们队的选择 海天黄豆浆 真正在炒饭 怎么吃都好吃 你做出的第一位选择是 黄明锐 黄明锐 接下来你做出的第二个选择会是 你做出这个选择就意味着 其他剩下来的队员要告别这个舞台 三 二 一 王雨萱 王雨萱 雨萱 选择了你 你有什么话 这是我第二次被选 第一次被选的时候我是很高兴的 这一次我被选 我就觉得很难过 其实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有 比我更适合进入国际战队的理由 不管怎么说已经被选了 那我会带着你们的希望一起进入中国战队 李瑞 其实我觉得选我可能是因为我作为队长 然后出场的次数多可能展现机会多 其实我最了解我们这几个队员 他们每一个比我差 我现在已经有点后悔 就前面几个项目没有让他们上 我真的觉得我对不起你们 总是 比赛的规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四位选手要离开这个舞台 雨萱 还有什么话留给我们 希望黄梅瑞和王雨萱能代表我们队进入国际战队 为中国争光 第一期录制的时候 我在那个幕部那个位置认识了王八汤 然后我们一直坐在那个位置 然后我们一起从第一期打到第八期 我们两个一起坐在一起一起打每一个项目 直到组队长将我们分开 后来又合到一起 我觉得这个开始和结束对我来说 我已经满意了 欣然 首先我先恭喜我的学弟王雨萱 恭喜你 我跟雨萱从第一期线下测试 第二期第三期一直走到了现在 她现在是北大的冰苗 我其实到最后都觉得 如果说万一他们在我跟雨萱之间抉择 我希望他们选走雨萱 然后最后的最后 其实我想向优师姐和敏锐道歉 我 我还是辜负了你们的希望 华涛 还有什么话留给我们 在这个清北之争的舞台上 我觉得我 并没有给这项大雪丢脸 尽管我们在舞台上不断地重复着 清华和北大 甚至其他的一些学校的名字 但并不代表我们这个舞台 只是对清华和北大敞开的 我们是对所有具有超高的脑力的选手 敞开的 这个舞台只有脑力高下的区别 我们永远向你们敞开怀抱 可以给他们一些拥抱吗 谢谢 谢谢对不起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很棒的知道吗 没事啊 没事啊 加油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最棒的喜悦 谢谢你们 谢谢 各种并生大业的主 自然好友 为成功 注意 第八名已产生 邵育轩 邵育轩 获得三星宝石 第十七名 魏仲恒 用时九分三十八秒 黄明锐战队已完成做到 第二十名 第十名王伯涛 第七名已产生王伯涛 王兴燃 北京大学物理专业 排名第二 王兴燃 第一名 王兴燃 都陪你渡过 现在我们场上只剩下一个战队 八名选手 尽管你们已经历经了八千里路 云和月 下一步 仍然是未知 那么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等待着楼云号战队 这八位选手呢 让我们一起 拭目 一待 本节目由 蒸着吃 闷着吃 站着吃 炒着吃 拌着吃 怎么吃都好吃的海天黄豆酱 独家冠名播出 上抖音看直播 超多精彩 看不停 本节目由 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APP 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欧洲双认证 全国销量领先的 俊乐宝奶粉 行业独家 支持播出 俊乐宝奶粉 品质好奶粉 打开微博 进入最箱大的话题页 点击选手能量战 大高互动专区 问你喜欢的选手大高 祝他赢得节目彩蛋 大家好 我是王雨萱 看第七期节目之后 我很高兴 因为我看见微博上 终于有很多人夸我 说王雨萱成长 王雨萱这个人 在录制节目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个成熟 稳重具有团队责任感的 22岁的老男人了 我觉得其实比赛到这个阶段 每一个人其实身上 都有团队责任感 没有哪一个选手 愿意为了展现自己的实力 然后让队友被淘汰 在我心目中 王雨萱战队就是最强战队 感谢海天黄豆酱 抖音APP 俊乐宝奶粉 原福岛在线教育 和特种兵声炸耶知之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天哪 这个真的看着眼花 大战一处 既既既既要席位 会归属于谁 当你没有认输的时候 你就永远不愧 打开几个头条的力量 你想再做个第一 我认为不仅是要晋级 还是要争这个第一的 太难了 第一个答案有了吗 不是不是 差一点 小桥会不会又是压线 没有想到这到底 竟然把大家都难 哇 明彗这么快 低零 连产生性 大高国参与 这个时候 闹花提讨论 进入玄渣 driv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